柬埔寨迎來了熱鬧的宋水節 當地人依照傳統舉行了龍舟賽 吸引了超過100萬名民眾參與其省 大批的公眾聚集在洞里萨河旁的觀眾席 觀賞精彩的龍舟賽 五彩繽紛的龍舟賽 為寂靜的洞里萨河增添了節日的氣氛 這次的宋水節在停辦三年之後 今年再次舉辦 參賽隊伍共有245支 比三年前瑞典許多 這是因為三年前同樣在這裡舉行的宋水節 發生了踐踏的慘禍 奪走350多條人命 為了防止慘禍重演 當局派駐了5000名警察助手 確保節慶順利進行 宋水節到了入夜更加精彩 璀璨的煙火再加上彩燈龍舟 為這個節日畫下句點